908案是889在1月23 在就诊时同诊间的病患的陪病者 不管是病人 医护人员或者是医师 那么在医院里面得的感染 就表示代表医院本身有它的感染源 这个都可以算 889到908 这个案例基本上算是个院内感染 很多的用语都是为了保护我们公共卫生体系 保护这家医院 有时候保护的作为 你反倒过度保护了 公布的时候 你会保护到其他不相干的医院 所以这个是个很重要的 把信息完完全全明白地公开出来的话 对这个防疫是有帮忙的 如果用理性来看这个情形 并没有对疫情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因为这都属于在我们这个防火墙里面的 那目前这几案子虽然一天四个案子是多 那也有死亡的个案 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这情形 不过这整体疫情的评估并没有升级 扩大到另外一家医院 这个应该是升温没错了 但是基本上都在可控范围内 升温我们不担心 像国际疫情 我们现在也是温度升得很高 可是我们的检疫如果挡得好的话 这个在台湾来讲 也是在可控范围内 这个围墙里面的奶花病 这表示说我们还是在可控的范围里面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是未知感染源 或者是在社区里面有感染 那我们没有匡列到 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清零的计划 那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消毒跟裁剪 这两个部分 那等他们提出相关的计划出来 我们会加以检视 这个是在中国大陆防疫成功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为 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基本上来讲 我们在不立桃源医院 实验得很成功了 这种真的有听进别人的话了 那可能这个时候 现在我们可能国际的氛围也在变了 我当初他要像那些话的时候 其实我基本上 我认为可能也是一个仇宗情节 呛出来的了 防疫真的要专业的 你不要政治的 也不要从仇宗的关联去做防疫的 AZ他们有跟我们在联络 就是本来有一批 他要非常早送来的 那一批好像现在目前 受到这个欧盟禁力的影响 不过我们还是在极力在谈 会晚多久我们确实不知道 这一次最大的问题是出在于 我们是放弃这个现货市场 而改走期货的市场 这个现货市场在BNT那个疫苗 直接被我们就这么轻轻松松的 就用内部的政治势力 在脚力的情况下就放掉了 放掉了以后 台湾撕掉那次机会 真的就没有了 没有了剩下的期货 期货你就受的影响 就非常大了